卫生部表示将改善为特需需求人士进行冠病检测和隔离的流程 近来有特需需求人士的看护者和相关福利组织反映 检测人员在为他们进行冠病检测时应该采取措施 更好地照顾特需人士的感受和需要 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次长拉哈优马赞在Facebook贴文指出 卫生部正探讨招聘经过特需培训懂得照顾特需人士的人员 来帮助特需人士完成冠病检测 当局也将研究其他较舒服的冠病检测方法的使用 探讨这类检测方法的有效性 同时衡量检测的速度和准确性 政府也会改善隔离工作流程中相关单位之间的沟通方式 在某些情况下将允许看护者陪伴特需人士 当局也提醒负责执行隔离令派发和监测隔离者的测安人员 同特需人士接触时需要更细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